嗨大家好 我前面这边呢 我准备了 就是我每天早上都要喝的 陈彦的配冷滴啊 还有陈彦的长心滴 那因为这两款饮料呢 是我每天必备的 至于要怎么喝呢 今天梦莉就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因为呢 我们都是采用这种 小包的独立包装的方式 让各位消费者用起来比较放心 它不会变质 你要喝的时候就打开一包 不用像那个一大罐了 那你打开之后没喝 然后又会凝固掉 以前我的经验就是 你打开之后啊 没有喝就整个结块了 那你一结块 是不是就不会想要去喝了 那我们陈彦的产品 就是这么贴心 每一款产品的话 都是采用独立包装 然后你要喝几包 你就带着走 那平常的话呢 梦莉就是一包长心 然后一包配冷 这样子的话 我大概准备 大概100cc左右的冷开水 或是温开水 因为呢 这些高植物影响素的产品呢 希望说透过大家的一个分享啊 也让所有 爱用 尘验产品的这些消费者呢 都能够知道说 因为 尘验的产品 很多都是要用冷开水 或是温开水 重点就是说 它是 就是富含非常高的植物营养素 如果说我们用热开水的话 就会 就是破坏了它 非常珍贵的一个营养 所以是非常可惜的 今天梦莉一再的分享 就是希望说 每天都在找 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 保健食品 可是还没有找到 那今天的话 刚好划到我的食品 如果你觉得说 哎 梦莉 梦莉是一个 可以信任的人 那你就可以 来选择我们 尘验的一系列产品 让你们能够获得健康 那 如果说 你早上的话 泡一杯来喝 那如果说晚上 有些人啊 就是东西 食物都吃不下去的时候 可以早中晚 或是晚上 睡前再 喝一包 这样子的营养 就会比较充足了 很多人生病 因为生病真的是 什么都吃不下 什么都吃不下 那吃不下之后呢 身体就会越来越稀弱 所以说 我们提供适当的这些选择 主要是让照顾的家人 能够有一个 更方便的选择 而且呢 就是说 对我们的家人 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 今天的话呢 梦莉就利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 我们基础营养里面的 两款饮料 就是 藏心低 老人家藏味道 都不是很好 那如果说你泡藏心跟配人 让他慢慢来改善 藏味道的时候 他的身体健康 一定会慢慢好转的 我妈妈也是快要90岁了 过完年 跟我一样 都是属猪的 都是 都已经90岁了 他一个人还是在基本生活 我希望说 大家 如果有长辈的这些 这些家人 一定要选择 适合爸爸妈妈喝的 这些营养品 让他们能够获得健康 那今天梦莉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 透过我的分享 你能够选择到 一份真正能够帮助 家人健康的保健食品 谢谢大家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